到印度人开的餐厅吃顿饭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欢迎回来小伙伴们 我是于言 今天我们又出来吃点不一样的了 这次就是很多小伙伴在我评论区留言 叫我们去尝试一下的 你吃过没有 没有 干净又卫生那名的美食没有 没有 那我也没有 那我们今天就去尝一下 看看印度人在我们这边开的 有什么特色的美食 或者价格味道怎么样 感觉装修的相当高档哦 哈啰 好 几位 呃 两位 有没有预定 没有预定 好 这里面一点 我们是想这样 我们就说 这边有什么比较特色一点的印度菜 你给我们两个人安排一下 那个茶你们能吃辣吧 辣还可以 还可以啊 鸡肉 羊肉 你普通话很好 我是中国人 我老公是印度人 哦 都没有季口 就是说比较比较印度菜特色一点的 反正我们两个人吃不要太浪费 哦 我们这一般都有 哦 好 好 谢谢 我觉得这个餐厅是比较高档的那些印度菜 哦 现在好多都是印度人他们在吃 哎 你要说的印度吗 呃 可以 你会说中文吗 对 Can you speak a Chinese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专修 我看到里面的厨师啦 里面全部都是印度的 所以这里绝对是正宗的印度菜 而且还是偏高档的那种 这是 这是奶昔吗 这不是啊 谢谢 这个是锡子炸鸡翅 这个炸的鸡翅 诱人 然后配了这个绿色的这个酱汁啊 先这样子吃一下 嗯 好吃 它是把肉全部剃的 然后搞包到这上面来了 有一点点辣辣的 酱 试一下这个 哦 这个应该是菜汁 菜汁 淋扇 嗯 那种芹菜汁 有一点点酸 嗯 不过解腻 完全可以接受 颜色虽然不好看 但是配着饼盒式的 还是有点偏辣 有一点也辣 好处跟肯德基麦当劳 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它这个炸鸡那个味道 层次感高一点 好吃吧 第二只 第二只 嗯 酱 而且这个锡子刚好给你拿的 它这里还有点配菜 来点柠檬 再配着这个洋葱 青瓜 这样吃 把这个配菜也吃 对 不对啊 我觉得这骨头是鸡腿啊 那为什么老板娘给我们的菜单是鸡翅 是鸡腿还是鸡翅 老板娘给她安排了一杯奶昔 好不好 芒果奶昔 呀 来了 这个是经常看到的那个球 这个球啊 每次看人家去印度拍视频 必吃的 今天终于吃到了 当吃这个球试一下 嗯 好吃的外表特别脆 里面是那个奶昔 你试一下 好吃哦 爆酱的 快点吃 底下露出来了 它不能放太久啦 它放太久 这么爽啦 我先把它切开看 那奶昔酸酸甜甜的 哇 这是咖喱哦 沙拉 在自己的盘子这里 然后你就沾着这个饼吃 嗯 好吃 烤鸡马沙 也是有点酸 嗯 酸酸辣辣的 这个烤鸡马沙还是比较辣的 全部都是鸡肉 再试一下这个蔬菜 我给它包起来吧 这个黄黄的 应该是不辣的 嗯 嗯 这没有辣 这蔬咖喱也是有点酸酸的 它不辣 它是酸 今天菜的话已经全部散起了 这些全部叫老板娘自己安排的 这些印度特色 大家觉得怎么样 够不够特色 我这个两个 两个咖喱怎么说 就是那种口味很多 但是都比较酸 而且我觉得这个楠好吃 它这个楠是现做出来的 现烤出来 刚刚拿上来特别脆 特别香 这是 奶茶 哎 这不是中文吗 马沙拉茶 特别的汤 这个拉茶15块钱一杯 我这个比较便宜 嗯 这不就是那个买茶店的拉茶 好 我好像是拿个牌子的那拉茶 之前比较火的那一 好喝 而且很甜 不知道是不是太烫厚甜 整体来说基本都吃得罢 而且味道都还可以 就是这个烤鸡马沙这个 有点偏辣 然后又爽 口味上是有点不习惯 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掉 好 一等一半 一等一半 不要了 我太辣了 一等一半 没听老板娘怎么说的吗 她的信仰就是不能浪费 我的信仰就是不能浪费 不要浪费 全部吃完 配点拿 再来一口拉茶 对 小静哥说我咬给他 这个形状不好看 想起什么熟悉的画面 是不是 觉得这形状不好看 你觉得它拉开吗 是吧 拉开就 对啊 今天形状就好看点吗 不知道 找一下 它这里有咖喱鸡马沙鸡 羊肉 还有鱼咖喱 然后各种饼 各种炸鸡 还有炸鱼 没有 没有牛肉 有羊肉 有咖喱 基本吃完了 不算浪费了吧 买一下当 有奇怪吗 嗯 刚刚好没有浪费 呃就那个那个 那个咖喱浪费一点点 浪费一点点 哈哈哈 刚刚好差不多 好 拜拜 总共就花了 289块钱 总体来说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OK 那本期视频就在这里 我们每次出来吃点不一样 大家想看我们吃点啥呢 评论区留言 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